海船反港的張家朗表示 很久都沒有運動員在奧運劍擊項目成功衛免 並且指所有香港運動員都努力希望在奧運爭取好成績 無論有沒有獲獎都值得尊敬 張家朗又表示 對於兩屆奧運劍擊隊都有獎牌感到開心 形容是以前的運動員眾樹自機修成 他說不僅僅是我們這代人的功勞 是每一代努力下來付出的東西 至於他獲得的獎金 張家朗表示還未考慮用途 對於決賽的裁判備受質疑 張家朗指在劍擊比賽裁判基於基本規則 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關於意大利那裏我覺得 可能意大利的選手都有說 在instagram都有post 亦都在我自己的instagram都有post 其實在劍兵的世界裁判的角度 其實就是在一個based on 基本的規則裏面 去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可能有些裁判會先看腳先的 有些裁判會先看手先的 我們就會因應裁判的習慣去作出不同的戰術調整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存在任何黑煞或者偏光邊一邊 我覺得裁判都是專業的 尤其判得脫賽的裁判一定是會有 一些很好的過往的經歷、經驗 所以才會放在決賽上 對於有不少港人 親身前往巴黎為港隊加油打氣 張家朗表示很開心 首先很感謝他們 因為我每一場上場時都聽到他們喊加油 也看到香港的區域在這裡 其實都是很開心的事 最後張家朗表示 仍然未為下屆奧運打算 過去三年準備奧運身心都感到疲累 接下來將會休息一段時間 不過他指 這屆奧運唯一可惜的是 港隊未能在劍擊男子團隊賽事出線 希望下屆可以爭取團體出線 和創造階職 在場有市民表示 今早早坐飛機由日本回香港 5點多到機場 早前家人告訴他 張家朗同一天回香港 粉絲就表示 自己有玩籃球等運動 明白運動員的辛苦 和得獎不容易 我做開台拳和籃球的 因為我自己都知道 你要在比賽裡面 你要維持好發揮 已經很高難度了 只要在面對著這麼大壓力 那麼多觀眾人看著 又多新聞拍照 又背負著香港人這個名分 真的要做到這麼高水準 是很高難度 所以就是 粉絲是推爆 沒錯 因為現在劍擊就可能是世界上出了名 我希望香港可以在 其他不同方面的運動 都可以有一個驕人 令香港驕傲的成績 此外 日前香港與無球運商組合 鄧俊文和謝影雪最後一次出戰奧運 八強止捕 謝影雪賽後透露 在奧運前一個月 因為傷患困擾 連梳頭和擠牙膏等動作 都無法做到 一直有為謝影雪 跟進傷患的中大醫學院 表營外科及創傷學系系主任榮樹恆 今早在商臺的節目透露 謝影雪在出戰奧運前一個月 前後患上淚風濕關節炎和甩膏 只能一邊接受治療一邊參賽 他指若是一般人的話 可能會選擇放棄比賽 但是對謝影雪來說 這並不在選擇法例 他想和拍檔代表香港去奧運 指摘